每隔两个月 台北市宝藏岩村里都会举行一场宴会 参加的大都是一群远离家乡的老兵 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 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 每到聚餐的那一天 年过九旬的白玉生老人都会亲自下厨 为大家做一道家乡口味的红烧鸡块 虽然离开大陆已经六十多年了 但是祖籍北京大兴的他 依然烧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 锅烧翻炒间浓浓的香气 正是来自故乡的味道 我那个做的跟我们家乡一样 那味道就是好一点 那他们也都说我好 我下午都该吃 六十多年前 白玉生随国民党部队退居台湾 当时由于两岸局势日趋紧张 返回大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故乡从此变得遥不可及 老兵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眷村 原本的暂居之所一住就是几十年 这期间白玉生娶妻生子 有了新的生活 但远方的亲人 仍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 漫长岁月消磨掉了许多人和许多故事 唯一不曾改变的是记忆中故乡的味道 为了缓解思乡之丑 白玉生和有着相似命运的朋友们 常常聚集在一起 各自做一道最擅长的家乡菜 共同品尝 东南西北的滋味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汇聚一堂 每一次的聚餐 老兵们总会对各家的菜肴 品头论足一番 并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离家的故事 一张口 南枪北调的口音 就会回荡在这曲曲折折的巷弄中 这些讲述了几百遍的故事里 包含着每个人对家乡的眷恋 一道浅浅的海峡 隔断了两岸几百万个家庭 对这些老兵们来说 故乡是那么遥远 却又是如此的近 他在思乡人的味蕾上跳动 被小心地安放在心灵的深处 始终未曾离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есте静静十폰 李宗盛 不器什么称卖